梁老师带我到全世界各地去演讲 我看到了我们有很多在国外的留学生 他们都是弯着腰在帮别人做事 你们知道吗 两百年前中国的留学生 走到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 他们都是挺直的腰板 感觉我们就是最强的国家 那种骄傲 那种血液 那种血统 我今天必须要说一句话 中国人 我们已经越来越强盛了 我们从来都是这个地球上 最强盛的一个民族 我们也是到今天为止 全世界唯一仅存的古文明帝国 到今天还依然强大的民族 我们有这个血液 我们有这个品种 我们有这个能量啊 今天我想要在这边 帮我们每一个中国人 来复习一下 我们整个中国 我们国家的历史 把我们的信息全部找回来 好还是不好 好的举手看一下 来大声确认说 我们从秦始皇那时候开开 当秦始皇一统六国的时候 我想请问 在当时的中国 是不是世界第一 是还是不是 认为秦朝是世界第一的 举手看一下 大声确认说 秦朝过去了 下一个朝代 我们看到了汉朝 汉武大帝 谁都知道 汉朝绝对是 中国最强盛 最不可思议的年代 是还是不是 来试的举手看一下 来大声确认说 唐朝盛世 任何一个读过历史人都知道 唐朝不是中国人的世界第一 他应该是有人类史上最强大的一个时期 你们说是吗 习主席现在就告诉我们 我们一定要让我们的中国 恢复到大唐盛世 这件事情就到我们的肩上 大家愿意扛起来吗 愿意的举手看一下 大声确认说 下一个年代宋朝 宋朝在当时光首都的人口 150万人 同一时期 罗马一个超级强盛国家 才8万人的人口 我们就有150万人口 宋朝毫无争议 当时的世界第一 任何的举手看一下 大声确认说 元朝 想到元朝 想到四个字叫 陈吉 陈吉是按攻占欧亚非 几乎有土地地方几乎都是中国人 土地是还是不是啊 元朝毫无争议 世界第一 举手看一下 大声确认说 这个人叫做郑和 这个人叫郑和下西洋 大家知道哥伦布吗 他当时发现了新大陆 带了七艘船 大家都认为 哥伦布是最伟大的航海大师 错 最伟大的航海大师 应该是我们的郑和才对 看看 他一次下西洋 他光团队 两百四十艘船 一艘船装载了 数百名的人员 一次出去要 两万七千 四百个人同行 七次下西洋 这个世界上 最伟大 最不可思议的 航海大师 应该是我们的 郑和才对 大家说是吗 世界为什么还不知道 只有一个原因 因为咱们中国人 还没有把我们的声音 传到全世界各地 因为我们还没有 把我们的祖先 传到全世界各地 我觉得 未来的世界 人家可以传过来 我们也应该把它传回去 大家说是 还是不是 是的 举手看一下 大声 确实说 清朝 想到清朝 想到三位皇帝 一个叫康熙 一个叫雍正 还有一个叫乾隆 康前圣是一百六十年 这可以说是整个大清王国之中 最辉煌的年代 从一个地方可以看出来 叫圆明园 不知道大家知道圆明园 圆明园有多夸张 圆明园占地啊 五百多亩地 足球场知道有多大吗 大概只有六百个足球场 加在一起 六百个足球场加在一起 是一个人住的 就是他皇帝 你知道那有多夸张吗 一千多栋建筑物 没有一栋建筑物长得一样的 全世界在当时 所有到过圆明园的外国人 都说一句话 这个世界上 我以为没有天堂 直到到了圆明园才发现 原来天堂在这里啊 那就是我们最厉害的一个年代 但是就在那个时候 中国人开始骄傲了 我们觉得我们真的太厉害了 乾隆皇帝在当时做了一个决定 我们不需要再跟那些老毛子 在那边学习 那些老毛子 根本就不能够跟我们相提并论 他们是一些蛮夷 他们根本就没有文化知识 他开始拒绝跟外国人交流 开始封锁港口 闭门造军 就这样短短的六十年的时间 中国的大门就被敲开了 外国人就打进了我们的国土 人家在工业革命 我们关着国门还在农业时代 就六十年啊 国门就被敲开了 当银发联军 才不过四五千人的团队 杀进北京门的时候 北京派出了我们最精锐的一支部队 三万个铁骑准备迎战 对方拿的是机枪 拿的是大炮 我们骑的是马 拿着万刀 拿着那个鸟枪 一场战役下来 三万人啊 全军覆没呀 尸痕遍野啊 而对方呢 对方才折损了五个人而已 为什么 我们的武器完全没有办法跟着 我们连人都还没碰到 究竟是在战前 一个英国士兵 在回忆录当中写到 他说 看到中国人的 这些所有的武器 实在太落后 但是他们的勇气 让我觉得无与伦比的惊人 他心里在想 他说 如果中国人当时 有办法拿的是 跟他们一样的武器 中国一定还是 那个年代的世界第一 没了 再也没了 没有任何一个屏障 可以再拦得住 你把连军直接到了北京城 进入到了圆明园 手杀掠夺 把所有人拿的全部都拿走 把所有人偷的全部都偷走 剩下拿不走的 全部统统摧毁 然后 一把大火 烧了三天三月 160年的圆明园啊 汇集了中国人 五千年的智慧啊 就这样一把大火 三天三夜 没了 再也没了 紧接着八国连军就来了 在那短短的时间当中 中国人被欺负坏 隔地 赔款 打了我们的老百姓 杀了我们的军队 从1842年 到1919年这77年当中 我们中国人被逼迫的 签下了709个不平等的条约 香港就是在那时候战败被割出去的 澳门也是那时候战败被割出去的 你们知道吗 台湾啊 也是在那个时候战败被割出去的 你们知道吗 其实台湾人民从来没有不要祖国 他是战败被割出去的 紧接着八年抗战 南京大通杀 三十万同胞就没了 打了我们 还要送我们四个字 叫我们东亚并赴 不能忘啊 四个中国人这段历史都不能忘啊 你们说是还是不是啊 我常常在想 咱们怪不了别人 是咱们自己把自己 学习的成长开关给怪 是咱们自己顾不自封的结果 过去犯的错 不能在我们这一代再犯了 我们现在真的有机会 看看我们现在的国家跟党 真的是近百年来最优秀的一个领导团队 他带领了我们走到了今天 我们今天能够一起在这边 那是因为我们有最优秀一名的领导人 才有今天 你们说是吧 停止抱怨吧 把抱怨留在过去 我们现在所拥有的 已经是最幸福的一个年代了 40年的改革开放 让我们一步一步的重新站起来 还记得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吗 来记得的举手看一下 记得的 大声确实说 那是一个值得我们骄傲的年代 08年 当北京奥运会的时候 你们知道吗 全世界有77个国家的总统 总理 国家领导人 到了中国参加开幕式 在开幕式当天 全世界有上百个国家 数十亿人口 转播了那一刻 为什么 为什么他们要来中国 为什么 为什么他要转播中国人的奥运会 如果有一个理由可以解释 那就是咱们中国人已经站起来了 为咱们的祖国 发出一点 圣灵动革武士 2009年 祖国60年国庆 当整齐划一的军队 走过天安门城楼的时候 你们知道吗 全世界又有上百个国家 数十亿人转播了我们的国庆 天啊 中国的国庆 干他们什么事啊 他们干嘛要转播啊 如果有一个理由可以解释 我相信也只有这个理由 那就是咱们中国人已经 已经 已经 发出圣灵的万物声 各位 我今天想在这边问大家一个问题 如果有这么样的一个机会 如果真的有这么样的一个机会 你愿不愿意 为咱们的祖国 为咱们的民主国家 站起来一把 你愿意吗 愿意 愿意的人在哪里啊 我们是最幸运的一群 因为我们生活在 如此富裕的今天 我们拥有 党跟国家 带给我们最美好的一切 大家说是不是啊 做人应该懂得感恩 大家说是吗 是 我们要团结在一起 中国人 在团结的时候 在任何一个年代 从来都没有被别人欺负过 如今 此时此刻 只要我们团结一致 我们一定可以帮助我们祖国 再次成为世界第一 你们说是不是啊 是不是 所以今天 在此时此刻 我希望带着我们所有的人 我希望 你把你右边的那双手牵起来 再把你左边那双手也牵起来 你牵到的是一双同胞的手 是一双中国人的手 我希望我们拉着彼此的手 一起来为祖国唱一首我们中国人的歌 歌曲的名称叫做 我的中国心 好不好 好 我希望你要记得 中华民族是一个伟大的民族 我们的共产党是一个伟大的党 它会带着我们去创造 属于我们这代人的奇迹 大家说是不是啊 拿出你的歌声 让歌声让全世界都听到中国人的声音 河山痴在我梦里 祖国已多年未经济 可是不管怎样也改变不了 我的中国心 梁庄虽然长在身 我心已干世中国心 我非祖先早已把我的一切 捞上中国人 中国世界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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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我想问你们一个问题 你们感动吗 感动吗 感动 不要把感动留在这里 我们要一起把这份感动传出去 可以吗 传给我们的孩子们 让他们记得这一刻 传给我们的伙伴们 让他们记得这一刻 传给那些拥有着爱国之心 拥有着中华学义的同胞们 让他们一起团结一起 你们说好不好 十年了 真正十年 杨老师带着我们这整个团队 每一年都要走遍祖国五十几个城市 拿着我们的五星红旗 唱着我们中国人的歌曲 我们知道 我们的力量真的很有限 但是我知道 当中国人团结在一起的时候 这个力量是无穷无尽的 你们说是不是啊 是 单靠我们是不够的 需要我们大家一起为中国人站起来 需要我们大家一起把中国人的声音 传递到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 你们说好不好 好 所以今天 在此时此刻 我想要带领着我们大家 一起来唱一首 我们祖国的国歌 好吧 好 所以在这边 我要求全体请 李正 祖国歌 好 到央最危险的时候 没人没头发出最后的同声 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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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众一心 保护敌人的逃过先进 保护敌人的逃过先进 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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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万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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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土水